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2020年,无疑是外贸的寒冬 2020年已经快要过去了三分之一 今年对于很多企业,特别是外贸企业 制造企业来说,真可谓一元难尽 困境之中,特殊时期,危机也是契机 外贸企业如何开启花式自救 Tab,Tab双管旗下,尽管B2B出口业务受阻的情况 已经清楚地反映在了大盘数据上 跨境电商平台的B2C业务却意外地有所上涨 这是一种颇为矛盾的状态 个别类木生产端感受到的需求减小 而直接销售端感受到的需求却显示仍在增加 鱼百,化名,是上海一家经营家居软装的外贸公司的老板 他公司运营着Google自建站 他平台,他平台多元化外贸出口方式 主要出口国是美国,俄罗斯和韩国 疫情期间,他明显感受到线上Top的订单增加了 只是美国当地受疫情影响 他送的时间长了一到两倍 但是人们的购物热情没有降低 根据近期的报道,亚马逊正在美国紧急招聘10万名员工 主要负责仓储和配送 无独有偶 Google自建站,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也发现零售数据在疫情期间反而实现了逆势增长 就如亚马逊有一段时间限制一些品位入仓 以及在平台上的销售 部分亚马逊商家也转移到了自建站 做推广引流、家居、玩具、健身器材等相关类目 都有相对的数据增长 于百元以为 这种有备于大盘数据的逆势增长 属于自家的特殊情况 因为整个外贸行业哀嚎变演 后来我们看到亚马逊的 因为订单暴涨 围绕采取的先知品类的措施 才知道原来不是我们才这样 在于百看来 受影响最大的方面是在物流的上涨 我们通过代代公司走海运入仓 需要20多天 近期每公斤运费十几块人民币 有的公司有所上涨 但一般也没超过20元 小额交易相对灵活 最重要是要练好内功 电商除了产品本身适合新竞争力之外 第二重要的就是依靠产品的文字描述 和图片视频等视觉效果 转战防疫品2月 肖峰化名已经了解到已经有同行 改了几条生产线 开始加班加点生产抗疫物资 同一时期 家电企业甚至石油企业 都描上了防疫物资的生产 肖峰是东莞一家食品工厂的厂长 当时他还觉得防疫物资市场不好判断 表示公司不会去生产防疫用品 没想到两个月后 他也不得不投入了防疫生产大军之中 三月外贸订单下降 不仅寻单量减少 甚至连已经订货的客户都有推单的情况 年前肖峰刚刚扩建了工厂 此时工厂如果不能运转起来 就会形成巨额亏损 另一方面 他也从客户口中看到了防疫产品需求缺口 这才决心生产 三月底 他先是在公司的无尘车间改造了两条防疫产品生产线 4月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动态 表示公司的无尘车间已经成功上线两条全自动防疫产品生产线 日产12万只 后续还有五条生产线陆续加装 公司开始承接订单 但只接受4月中旬之后的排单 并且要求客户下单的同时就支付50%的预付款 两个小时后 他在这条动态下留言 4月订单已约满 如有需求需要等到新的产品线上线 这种特殊情况下的刚需商品给他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 外贸生意要等发货之后 客户才会付小部分货款 收到货后 还有一个比较长的付款周期 金金流是我们生意中最看重的部分 但防疫产品现在完全是卖方市场 生产端有话语权 下单就付50%的定金 公司的资金压力就小了很多 这几条新开的生产线 也完美地解决了用工问题 多余的生产力也能够完全运用起来 最重要是要保住工厂 保住工人的饭碗 才能在疫情结束之后 尽快让公司的运作重回正轨 此时消风有点后悔 上车晚了点 生产防疫用品也是为控制疫情做贡献 不过 临时拉出生产线 生产不愁销售的防疫物资 只是中大型外贸企业的特权 对于规模较小的公司 这种做法并不具备参考性 危机也是7G疫情 加速了外贸企业的上限自救 有些平台却因此收获了一大批优质的外贸商家 在政府以及平台的双重作用力下 外贸企业可以说 迎来了调整国内外市场比例的绝佳时机 而在这一次的调整过程中 最先抓住机会的跨境电商企业 采取自建站兰丁K主录业 利用Google Eandex Facebook YouTube 等等 精准定位海外全网罢停营销 成了企业 最佳推广选择 尽管根据世贸组织报告 今年全球贸易可能下降13%至32% 还有研究指出 美国需求下降中的27% 欧盟需求下降中的18% 正在沿着贸易路线在新兴国家 特别是中国 东南亚和墨西哥层层荡漾开来 然而不可忽视的一点是 随着中国内需的逐步恢复 调整比例转向内销的企业能够获得一些发展机会 而在跨境电商 诸多的小商家依然有足够的上升空间 在接触的不少外贸企业决策人中 不少外贸企业从业者当前态度虽不乐观 却都表示现在正是修炼内功的最佳时候 最后 这场疫情除了让人感受到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之外 也让人看到商业关系之下最朴素的人情味 在此 怀着真诚的感恩之心 感谢一路走来 支持鼓励陪伴第一页成长的新老客户 将推出 全方位多元化 海外营销推广第一页出口一解决方案 感恩回馈 详情咨询以下联系方式 一起加油 whipped 详情咨询以下联系方式 接下来 微醇 味 whiskey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